民進黨魁之爭開打朱立倫現身金門參加823紀念活動 積極爭取地方支持 按照既定行程一站一站走 沒想到突然傳出和朱立倫搭乘同班飛機 座位相隔三排的一名乘客 入境金門時快篩成陽性反應 若真的確診和朱立倫有過接觸的 金門縣長楊振武 現議會議長紅雲點 國民黨金門縣黨部主委等人 甚至貼身保護的員警恐怕都要被狂烈 朱立倫在松山機場登機前 已經在台北接受快篩 這名快篩陽性的旅客 則是堅持在入境金門時才篩檢 金門縣衛生局隨即將他送往醫院進行PCR檢測 結果是陰性虛禁一場 朱立倫在臉書表示 我們一切平安健康 謝謝大家關心 對金門防疫有信心 根據統計從5月26號金門機場設置篩檢站後 到8月22號為止入境旅客將近3萬人 其中快篩陽性的有37人 經過PCR檢測後都是陰性 這回又傳出有入境旅客快篩陽性 還和朱立倫同班機 幸好採檢後確認陰性 讓相關單位鬆了一口氣 TV電視人陳平橋金門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新聞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